您好,欢迎收看3月14号的新北新闻网,我是主播徐端一 这个星期就是国际万金时马拉松赛事登场 不过北海岸的沙滩却有大批的海漂垃圾 堆满整片沙滩 立委皇国昌服务处也来到了金山海湾办理会刊 要求各相关单位能够尽到管理责任定期清理 北海岸有北台湾最美丽海岸线支撑 不过美丽的警官要维护管理却是相当不易 只要台风或是封面一过境沙滩上就堆满海漂垃圾 若是没有及时进滩,垃圾水风飘飞 后方的防风林更是遭拨及遭殃 在金山海湾也是如此 面临夏季旅游旺季及万金时马拉松等国际赛事的到来 立委皇国昌服务处也邀及全责单位前来会刊 就是希望能够有个定期进滩的机制 希望说如果之后有这种 其实很早之前就已经知道的规划 能够早一点跟我们讲 对因为我们那边说真的办理清理的时间 它会需要一个比较长的作业时间 如果可以早一点 我们这一次可能就也许范围可以做得大一点 像漂流木头我们也可以一起把它都弄好 因为2号就已经进场清理这一段 进场那个沙滋湾到那个黄港这一段 的那个水保安林的部分 那在昨天都是全数都清理完毕 那基本上我们单位也是经费有限 这个开口区约一年大概100万处头 那北北基我们都要去清 当然我们这一个区域一年大概都 至少清个2到3次 可能台湾过后或是东北气候过后都会清 清山海湾碧临冲浪胜地烧珠湾以及黄港沙滩 在日前垃圾遍布的景象也在清洁人员两天的清理之下干净许多 不过现场还可以见到防风林及突堤垃圾漂流木堆积 为此领务局表示这个月初才清理的防风林不到两周又见 保丽龙灯 海瓢垃圾实在是清不慎清 这样有来清就差很多 这说起来都很多 这就是说 譬如说像这久的时期就是有这个东北气候 像我们今天清到好时好时 你现在如果有一个东北气候来 他又是感变这种情人 就是说这就是我们熟悉 就是每个人都要熟悉清 那今天最主要就是厘清各单位的权责 那也有一些单位提出他们的一些做法 让大家能够一些做一些参考 整个维护沙滩的清洁 各公部门各全署单位 也责乎旁贷 那事实上定期或是有一些应变措施 甚至跟一些爱护海洋生态静滩团体合作 也是一个方法 那不能够说到了 已经脏乱不堪 受人检举或反应才来做 今天的会看过后 确认金山海湾各地号的责任归属 立委黄国商服务处也期盼 未来各相关单位能够有定期浸滩 或是与企业合作的任养机制 尽管清扫的速度 不及大自然堆积的力量 政府还是要尽力去维护海岸线的清洁 更加以宣道垃圾不落海 借此守护全球海洋环境的清洁 记者 廖平函 金山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好